几次维权下来 都没有达到沈女士的愿望 深受打击的沈女士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屡遭碰壁 维权之路如此艰辛 针对沈女士面临的问题 律师又会提出哪些疑问呢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你和公司有劳动合同我知道 以前有过工资报酬的明确的约定吗 没有 你们集体工会代表你们职工 集体签订过集体劳动合同吗 没有 那你现在的负求就是想 我要同工同酬是这意思吗 对 和我同事享受一样的待遇 你的同事是指的和你一个小组的 一个同一天入职同样工种的 全是收货员 同样工种的 工龄呢 工龄也是养我俩一天入职的 他的相关的证据你都提交过了吗 他的我提交不了 我找法院调取台帐和工资流水 法院不予调取 那么我现在问你个问题 对于这个奖金的问题 奖金没有支持 你的同事有奖金吗 我的同事有啊 你告诉我奖金是怎么发的 是按季度发的 按年发的 还是按完成的日程发的 一个月400 你怎么知道的 公司让我们去领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50或80或100 别人都有的是 一般情况下都是400 那你解释一下 你领过吗 奖金你领过吗 奖金领过 你现在的观点就是奖金领了 但是没有通工通筹 对 给我少了 对对对对 那么你当时领的时候 你同事不告诉你吗 你们中间奖金还是保密的吗 奖金他也保密 实际上就是欠字的时候 顺便看到的 奖金的数额怎么分类的 你当时是否知情 不知情 你在自己的答辩上 你明确给了公司领导 有个答复意见 答复意见上明确写着 这个承包 你也是承包参与人之一 这个承包者应该 公开公司的账目 那个是承包期间 我问李总去了 李总就说 你这是集体承包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既然是集体承包了 为什么他老是 他个人承包的这种方式 你这回承认了 你当时你应该说 那不是集体承包 约束不了我 这公司是公司给我发 给我没关系 他也公开不公开 我跟他说了 但是你现在写的 你就是认可 你是承包者之一 我不是说我认可 而是他给我的解释 就是那里用你的份 这是你亲自自己写的 你当时是认可了的 我自己写的 你是以承包者的身份 然后要求对方 把财务公开 也是顺着他那个套路 我写的 他说的是有我的份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这是犯的逻辑上的错误 这份合同写得很清楚 他的起始时间 因为女士 他主动现在提供了 一份劳动活动 这份劳动活动的起始时间 是2008年的7月9日 而你主张的工资也好 奖金也好 加班分也好 要还原到2000年左右 所以你为什么不提供 这是让我第一个纳闷 我能解释一下吗 可以 我刚刚一上班的时候 有签了一份合同 我还说呢 怎么正式共产签合同呢 工资上都写着是48元 人手一份 我那时候对着合同特朦胧 人手一份 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 五年一签 五年一签 签着签着 公司不给了 始终就没有给劳动合同 连这一份 也是通过劳动监察大队 要过来的 我所有的合同都在公司 我们所有的员工的合同 都在公司 那你知不知道 劳动合同的提供 有义务让单位 来承担举行责任 知道吗 在诉讼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跟单位 定了一个劳动合同 这个举着责任 可以要求单位来承担 知道吗 这刚才知道 我再问一下 1999年 新药店开业 你调去了新的药店 对 因为刚才我也查了 你所在的这个药店 也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我不知道这个独立主体 有没有法律资格 从工商信息上 就是手机上 这个信息上 我看不出来 它有没有法律资格 有 为什么有呢 我们所有的药店 它的法律资格都在公司 好 那我问一下 有法人资格的话 那你从1999年开始 你的劳动合同 变更为谁了 变更为药店了 还是原来的这家公司 还是这家公司 还是这家公司 没有变更你的劳动合同 是吗 没有 好 那我发现在2001年 你被通知回家带岗了 对吗 我怎么理解 这个回家带岗 你和单位之间的 劳动合同是解除了吗 没有 一直在细 那每月单位 给你上社保公积金吗 上 每月给你发最低的工资吗 发